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往往不会去嫉妒那些已经成功的人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去嫉妒那些曾经和我们一样的人 但突然有一天比我们更好了 过得或者说是比我们更加优秀了的时候 我们会去新生嫉妒 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应该这样 我们需要去建造一份这样的信仰 我必衰为他必兴万这样的成熟的信仰 愿上帝也祝福我们一下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民数纪十一章 二十四到三十五节 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 有招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 是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 对摩西说话 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次那七十个长老 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就受感说话 以后却没有再说 但有两个人扔在营里 一个名叫伊利达 一个名叫米达 他们本是在那些被录的人中 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 灵停在他们身上 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 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 摩西的帮手 那的儿子约书亚 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 说 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为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 把安纯由海面刮来 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 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 离地面约有二轴 百姓起来终日中夜 并次日一整天 不取安纯 至少的也取了十鹤梅耳 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围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 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 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 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 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 那起贪欲之心的人 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 走到哈喜路 就住在哈喜路 今天的经文是 明书记十一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 我们首先来看二十九节 在这里说 摩西对他说 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 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 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通过这节经文看到了 摩西所展现出来的一种胸襟 一种开阔的胸怀 这里也同样表现出来了 年轻的约书亚他的不成熟 摩西作为一位伟大的领袖 他真的是 把一切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上帝那里 而不是在于个人的这样的得失方面 然后约书亚也许这个时候并不是这样的 这里之前的经文说伊利达和米达 这两个人也许是两个很不起眼的人 圣经也许整本圣经只在这里记录的这两个人 之后就再也没有记录了 这两个人或许是年轻的人 或许不是 我们不知道 他们也许也没有做过什么大事 没有什么权威 摩西所走过的路经历的事 也许比他们吃过的盐还要多 然而当他们受感说 预言的时候 约书亚感到不快了 这是一种嫉妒 因为他没有 因为他都没有这样的经历 作为一个被摩西所拣选的人 他都没有这样的经历 这两个人凭什么能够拥有这样的经历呢 所以当约书亚看到这两个人 拥有某些恩赐的时候 他就心生嫉妒了 他就感觉到不快了 我们同样很多时候 当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 一些没有权威的人 突然有一天在某一个领域 能够超越我们 我们一定会心生嫉妒 约书亚这个时候的心态 正是这样 然后摩西不是 摩西对约书亚说 你因为我的缘故 就心生嫉妒吗 我们看到在这里 摩西彰显出来了一种开阔的胸襟 其实摩西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也是在说 愿上帝兴起所有的人 无论是老年人 无论是少年人 只要能完成上帝的旨意 这就是好的 我摩西不重要 我终究要成为过去世 新的希望在新的一代人身上 我们看到了这句话 其实也彰显出来了 这位伟大领袖的这种胸襟 这样的领导力 必然能够使很多的人跟随他 同样在新约当中 也彰显出来了这样的一位人 那就是施洗约翰 约翰当时他的影响力非常的大 但是这个时候 一位年轻的传道士 耶稣刚刚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人因为耶稣 而跟随了耶稣 有很多人因为耶稣的影响力 而从约翰那里去到了耶稣那里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来问约翰说 你应该怎么去想这样的事情 然后约翰表现出来了他的伟大 他反对门徒说 他必兴旺 我必衰尾 这是一种非常广阔的一种 动见和一种胸襟 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是期盼着自己身边的人能够超越自己 当看到那些年轻的人超越自己的时候 能够感受到一种高兴和欣慰 一个真正的属灵领袖也是能够盼望着更多的人 被上帝所兴起 获得更多的恩赐 比自己更加的敬虔 比自己更加的优秀 一个真正伟大的老师是希望培养出超越自己的学生 一个真正伟大的牧者是希望牧养出比自己更加敬虔 比自己更加虔诚 拥有更多属灵恩赐 被上帝大大的重用的这样的信徒 以色列人进军迦南的希望 不在于老摩西领导的第一代以色列民身上 而在于年轻的约书亚 带领的第二代以色列民身上 希望不在于老的那一代 而是在于新的那一代 新的那一代当中 借着老一代的这样的一些经验也好 这样的教导也好 他们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 同样的弟兄姊妹们 这个时代站在风口滥尖处的 必然是上帝所兴起的一代 我们需要拥有这样的胸襟 也需要去建立一种 我必衰微 他必兴望的 这样的成熟的信仰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三十四和三十五节 在这里圣经说 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 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 因为他们在那里 赞埋那起贪欲之心的人 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 走到哈喜路 就住在哈喜路 好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通过这段经文 可以看到 以色列百姓 他们是因为要吃肉 所以上帝就把安纯 带领到了他们的云当中 会云当中 让他们能够拥有肉吃 在这里重点不是吃肉 这样的问题 而是这群以色列百姓 他们取了贪婪之心 吃肉这个问题 没有什么错误 错误的是 他们不满足上帝 对他们的供应 因此他们抱怨了 他们想要回到埃及 为奴的生活当中 他们不想要成为 圣洁的子民 祭祀的国度 同样 当上帝把安纯 带领到他们中间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并不是他们因为拥有了 安纯 而向上帝献上感恩 而是他们整天整天的 去捕获安纯 他们贪婪的去 获取安纯 这里说 最少的也收取了 大约有2200生 这样的很多的安纯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贪婪 是一种逆弯的一种膨胀 我们知道这种贪心 其实和败偶像是一样的 当我们去过注着去贪婪 某一个对象的时候 这个我们所贪婪的对象 一定会取代上帝 在我们心中的位置 从而让我们陷入到 偶像敬拜当中去 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 这里也说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 就如淫乱 污秽 邪情 恶欲和贪婪 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贪婪 其实就是不信上帝 贪婪最终会让我们 进入到偶像的犯罪当中去 其次贪婪也是 我们能够去陷入到 一种伦理的错误当中去 让我们的伦理道德失散 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 美国的一个银行 发生了枪劫案 这个抢匪 他刚刚把这个钱给藏好 就被这个警察给抓住了 但是这个劫匪呢 是一个印第安人 他不懂说英语 因此这个警方给他配了一个翻译 把他说的话翻译成英语 在经过了一段 疲劳式的轰炸考问之后 这个劫匪还是坚持不肯说出 这个钱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在没有办法的时候 这个警长只好咆哮着 对这个翻译官说 告诉劫匪再不说 就把他给毙了 这个时候这个翻译官 忠实的把这个警长的意思 传达了出去 也许是这个翻译官 翻译的太好了 所以这个劫匪吓得语无伦次的说 钱藏在正中央的井里 求你叫他饶我一命 当这个翻译官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这个翻译官神情凝重的 告诵警长说 这小子真有种 令死不招 他叫你把他给毙了吧 我们看到 虽然这里是一个笑话 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我们也通过这个故事 看到了这个翻译官的一种贪婪 和一种贪心 而使他陷入到了谎言当中 使他陷入到了更深的罪当中 正如新约雅各书一章十五节 这里说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既斩成 就生出死来 我们看到在这里 弟兄姊妹们 我们一定要去谨守 我们里面的一种私欲 警戒我们里面的一种贪婪 我们要克制我们的一种贪心 有些时候 我们的生活能够过上一种简朴 这是一种祝福 有些时候 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 对于我们的灵魂来说 是一种祝福 灵魂不要太过富裕 灵魂要贫穷一点 在我们的灵魂贫穷一点的时候 我们能够进入到天堂当中 我们能够得享受天堂的这样的祝福 愿上帝祝福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在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啊 我们借着圣经再一次能够来知道 我们人里面有贪婪 主啊 我们里面有私欲 然后主啊 求你的话语 每天每天都能够来更新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拒绝这样的贪婪 让我们不要陷入到 伴偶像的罪当中 主啊 有些时候 我们的生命当中 需要过上一种简朴的生活 我们的简朴生活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一种祝福 我们的灵魂需要贫穷一点 以至于我们能够得享 这天国的荣耀 主啊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我们以上的祷告 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神的名祈求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